大家好,欢迎回到新一集视频请报室,我是你的主持人艾伦 正当今天3月23号应该是全民Sigma的FP新版本L的相机推出的资料 我想可能硬一点会有料,不可能再录一节 但是我传来另一个消息就是之前刚刚推出了大概一两个星期的28-72.8DGDN Contemporary 抗轨鹰的能力下降的潜在问题,那这个怎样理解呢? 我的理解就是应该里面有些遮光片在物理上应该可能装置上有些不稳定的情况 它也找不到哪些批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问题 所以它所写出来的字眼,就是说有机会随着慢慢使用 使用镜头时间日久,画面出现的机会有可能会增加 就是会掉了出来,甚至会影响到其他成像 所以Sigma提出了一个换镜的行动 这个是看它的网站的资料,大家可以去Sigma的网站 Facebook那里看 它就说,产品的编号在5548834之前的编号 包括所有接环,也有潜在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是有这个CPU number之前 再说一次,5548834 麻烦大家可以看看自己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次Sigma提供的对应方案就是 如果你是刚才CPU number之前的批词 麻烦你可以安排跟换这一款镜头 但是因为暂时来说他们的工程师 还不努力去找问题在哪里 还有在找一些解决方案 或者可能在做一些新的课出来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就有需要可能会等一等 其实同类型的问题 有时都会常见的 也都很理解的 我自己个人觉得他们这次的对应 都算对应得快 和对应得准确 暂时来说 如果本身你应该买了这一个镜头 其实你都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情况 联络回他们 然后就看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做一个安排的根换 又或者其他方面的安排 整体来说 但是你便显示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其实 新一代 我自己个人觉得 在日本来说 其实以往很少因为出现 这一类型的问题 去做一次镜头的回收 顶龙都是试过 有一些小问题 你看到最近Sony都试过 有一个35.4 前面那块 擋住前组玻璃的胶片 就是印上了字体的胶片 3.4的胶片 是容易脱掉的 Sony都说可以帮你做 一个免费维修 以及更换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衍生这个问题 其实随着 现在的产品周期越来越短 可能就是一支镜头 你看到 好像现在那样 刚刚出了 Sony出了51.2 接着35.4 已经相对没那么多了 这几天就说 会快出 24 40 52.5 这几款镜头 是开始 其实 老实说 可能市面上 只是刚刚买到35.4 但是 那个镜头的人气 宣传上 已经滑落了很多 这些情况来说 会令到厂商推出镜头的时候 可能 仔细程度 检查程度 思考程度 想的方法 都可能 没有以前 可能几年前 那么周到 所以 变成有时候 有这些情况 也不奇怪 但是 最重要 我觉得 对应得快 和对应得准 还有 在客户 不满意的地方 尽量 都可以 可以帮到客户 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 无论是维修 又或者根换 都好的 好了 大家自己检查一下 如果有这一款镜头的话 那 之后 我可能今天 会再录一节 如果看一下 有关于 那部机出了之后 FP那里 我也会说一下 那 今集节目时间 是这么多 下集节目再见 拜拜